土耳其南部上星期一发生7.8级强烈地震之后国际伸出援手 而本港派出的救援队上星期五抵达当地之后随即展开救援工作 星期六在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一个6米深的牙力堆当中发现生患者 行动中一共救出三个伤者 当地的救援人员就组成人链在现场协助运送伤者 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穿制服的救援 就是当地的救援团队 其实他们排了一条人面 最初帮忙清空这条路尽力不会有些铁脂身出来 影响到伤者运送到地面 也有很多人去配合 比如说有些人站的位置不好 阻止救援 他们会主动叫那些人离开 那这些就会看得出是中智盛盛 去做一个救援行动 那这个画面是比较深刻的 本港搜救队是在上星期五出发前往当地 成员包括消防署、坦塔搜救专队 和卫生署派出的医生和护士 目前运往土耳其载区的物资预计只是够用七日 不过救援队目前没有撤离的打算 背后依靠的是队员坚强的意志 我最想多谢的就是我们的前线同事 虽然已经过了黄金七十二小时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过 他们在严寒的天气之下风餐露宿 但是仍然能够保持士气 尽全力去拯救伤者 只要有任何一个机会 我们都会继续尽力进行搜救 地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二万五千人死亡 无数的家庭失去家园 未来重建的路将会非常漫长